话说这咸丰啊 曾经自比崇真 说天启当王不王 崇真不当王 偏王 事实证明啊 他比不了崇真 崇真皇上至少比他更有责任心 咸丰到了承德避暑山庄之后啊 一脸的阴霾 临走之前呢 他把一切政务都交给了一心 到了热河之后呢 他也顾不上处理政事了 整天呢就是发脾气 不过一段时间以后啊 他发现在这儿啊 比在京城舒服多了 在京城呢没法轻松啊 到了热河之后呢 不用处理政事 不用去管外国劳 也不用理那些长毛 只要不去想 他就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这么一想呢 倒也豁然开朗了 反正一切政事都交给宋顺去处理 慈禧帮忙看一下奏章 自己呢乐得轻松 玩去吧 北京方面的文武破关呢 都希望咸丰早点回来 现在养鬼子都走了 皇上应该快回来了吧 咸丰收到一心 请他回京的奏折 召集肃顺 载元等人呢就商议 说咱们要不回京啊 肃顺这时候啊 已经是咸丰身边最大的权臣了 他非常担心咸丰回京 他知道这是一心等人 担心自己左右咸丰而出的计策 还决定了极力的阻挠咸丰回京 肃顺这么干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说他好不容易混到了权臣这个地步 这一回京 这大权可能将落在一心等人的手里 肃顺知道咸丰最怕的就是洋人 所以就故意所说 陈以为现在回京是万万不可 洋人诡计多端 反复无常 他们说退兵不可信啊 万一华尔年回去了 他们又打道回来呢 你要知道 洋人火烧圆明圆的就是增恨华尔年啊 以臣遇见 不如先暂住热和行功得了 等风声彻底过去以后 再回去不迟 宰元那边呢 跟肃顺是一不鼻孔眼就出气啊 也说哎呀 是啊是啊 何况现在冬天也临近了 皇上您龙体欠安 您不能冒这些 您在道上再受了风寒可怎么办呢 有一点啊 肃顺和宰元是说对了 就这时候 咸丰这身子骨啊 已经差得很了 每隔几天就会渴血 咸丰的病很可能啊 叫肺结核 在当时的肺结核呢 是不治之症啊 必死无疑啊 咸丰听人说说喝鹿血能治这个病 就特地养了一群鹿 每天呢放了点血喝几碗 鹿血不是药啊 喝了鹿血对病没有益处啊 反而对身体损耗更大了 咸丰这身子骨就越来越差了 慈禧需要批阅的奏折呢 也就越来越多了 这时候慈禧的想法也非常多 他在想这咸丰啊 让他代批奏折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自己懂文时 比皇后文化水平高呢 还是因为自己是他唯一皇子的母亲呢 或者是皇上希望用自己来牵制 全臣诉讼呢 反正不管怎么样啊 他很珍惜这机会 他很了解咸丰的病情 过不了一年半载 六岁的载纯就会继承大统 到时候还得靠自己这个母后来指点吗 现在正好借这个机会 我也了解了解政务 将来啊 兴许能将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边 肃顺在这段时间也没少活动 他逮住慈禧不在咸丰身边的时候 称皇称孔的说奴才有句话 斗胆起奏皇上 奴才这话说出来 很可能人头不薄 还望皇上名剑呢 一看肃顺哈家子们 成皇成孔的 仙丰很吃惊 这是怎么了这是 哎呀 苏六啊 有什么话你起来说吧 苏顺哆哆嗦嗦 站着惊惊站起来 凑到仙丰耳朵边上 皇上啊 这 义贵妃 世子而骄 专权独短 皇后却仁厚善良 这臣担心有一天 皇后可能遭遇不测呀 希望皇上为皇后做点打算 仙丰你听也害怕了 哎呀 那你说这个事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苏顺顿了顿 皇上身体不好 万一 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只怕幕后干政的事情会发生啊 当年这汉武帝就做得很英明啊 希望皇上您杀伐决断 这事情可犹豫不得呀 仙丰知道 苏顺的意思是让自己一把仙 慈禧弄死 苏顺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 自己的身子骨 什么情况自己是知道的 随时都可能嘎嘭了 吕后专权武照篡位 对这些事情 仙丰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像汉武帝那样直接把沟义夫人赐死 固然是省事 但是考虑问题 你不能这么简单明了啊 仙丰就跟苏顺说了 真会好好考虑 记住 今天你说的话呀 可千万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这奴才就是长了九个脑袋 也不敢乱说呀 这次谈话虽然很机密啊 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渠道 反正最后还是被慈禧给知道了 你可想而知 这慈禧是得多么恨苏顺呢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 慈禧坚持要把苏顺给整死 在咸丰最后的日子里啊 大臣中苏顺跟他的关系最近 一有事情呢 就把苏六罩来了 苏顺也清楚的知道 这是最关键的时刻 皇上的身体越来越差 一旦皇上要是没了 政局将发生大的变动 在这个变动中 自己很可能成为大清国的监国人 也很有可能成为刀下鬼 如果让慈禧或者是一心 攫取了权力 自己的生命呢 是岌岌可危啊 咸丰最后的日子呀 肯定是不太快乐的 他不仅被病痛折磨着 还得考虑身后的事情 反正总的来说吧 有三方势力啊 一个是以公亲王一心为首的亲王派 一个是以慈禧为首的皇后派 一个是以苏顺为首的权臣派 这三派都不可能是省油的灯 如何确保自己死后 国家不会发生动乱呢 就当时来说啊 咸丰最相信的人是肃顺 他相信肃顺对自己赤胆忠心的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 也没有证据表明肃顺这个人不忠心 咸丰的意思是让 以肃顺为首的孤明大臣 牵制其他两派 其他两派呢 作为对立面存在 也能制约肃顺派 使得权臣不能为所欲为 当然了 咸丰也很担心皇后扭禄式的命运 尤其是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他更加眷恋皇后了 根据野史的记载 咸丰对慈禧非常防范 担心自己百年之后慈禧干政 危及社稷 更担心皇后遭到慈禧的毒手 他把自己的担忧全部都告诉了皇后 为了保护皇后呢 给了皇后最后一道秘纸 秘纸上写着 如果那拉氏行止失德 有违礼仪 让皇后变异行事 当众刺死那拉氏 慈禧耳目众多呀 听说这事之后呢 对皇后恭谨有礼 事事都顺遂着他 皇后最后也是被他感动了 当着慈禧的面 就把这秘纸给烧了 那这虽然是野史 但是也非常深入的反映了 当时时局的敏感性 一个不小心呢 就可能在政治上失事 甚至有可能把命送了 咸丰不是一个刚抢的人 就算他意识到危险 也不可能有那份魄力 杀掉慈禧 他当然呢 也反感慈禧对郑氏的兴趣 更厌恶他心机之深 但是如果让他动手 杀掉自己宠幸过的老婆 咸丰还真办不到这个事 有道是一日夫妻百人恩 何况慈禧还为他生下了 未来帝国的继承人 刚开始的时候啊 最得势的是肃顺 论起心计来讲呢 肃顺终究啊 还不是慈禧的对手 他跟慈禧的矛盾 也不仅仅局限于争权 咸丰在逃亡热和的当天呢 准备工作就是由肃顺做的 肃顺只准备了一辆马车 就先锋一人坐在里边 其他的人呢 都是在民间雇的马车 肃顺呢 分给慈禧的是一辆破罗车 一路上颠簸难忍啊 慈禧是受尽了苦头 他坐在罗车里边 上下颠簸的时候 一定是恨透了肃顺 中途他还请求肃顺 你干脆给我换一辆得了 可是肃顺呢 漫不经心的回答 现在上哪找马车去 到了休息的这再说吧 后来到了一个小镇 慈禧又提出你给我换辆马车 说我坐着不舒服 肃顺很不耐烦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拿了闲工夫管那鸡毛蒜皮的事啊 慈禧那辆罗车呀 可能真的是非常的破 在半道上 肃顺经过他旁边的时候啊 吊着眼泪哀求大人啊 你帮个忙吧 帮我换一辆车吧 肃顺也是烦不胜烦 哎 我说劳驾你顾全点大局行不行啊 逃难的时候 明堂还这么多 你真以为你是皇上啊 慈禧还想哀求肃顺呢 已经扬长而去了 到了热克行宫之后呢 肃顺想办法 让先锋过着奢侈的生活 但是对于底下这些嫔妃们呢 却非常的吝啬 尤其是这慈禧 日子过得呢更艰难 每个月的伙食费啊 不到一百个铜钱 肃顺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慈禧对他的所作所为 也只能忍受啊 先锋11年7月份 公元的1861年 皇上突然病危了 接连几天呢 是昏迷不醒啊 之后有一段时间 回光返照 感觉精神头不错 有一天呢 先锋就召见肃顺 在召见之前呢 先锋已经让所有 闲杂人等都退下去了 肃顺一进来 就感觉有人 皇上有大事找我 哎 裹不出所料啊 先锋让肃顺坐下 在封建社会里 皇上让陈子坐下 那是莫大的恩宠啊 肃顺当然不敢阅礼啊 但是先锋坚持 我就不行 你赶紧坐下 我有事跟你说 他只好找个垫子 坐地下来 先锋有气无力的 苏六啊 朕对你如何呀 苏顺一听 快就又站起来了 五体投地 哎 这个皇上对奴才的恩德 比天还高 比地还厚 奴才来生也报答不尽呢 先锋听了点了点头 你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啊 朕自信带你不报啊 我们君臣一场 这也是缘分啊 只是恐怕来日无多呀 现在朕最担心的 就是皇后啊 听皇上这么一说 苏顺的眼泪刷就下来了 哎呀 皇上您可别乱想了 皇上您正当年 副里强的时候 您一定长命百岁 先锋淡淡地说 哎 如果真要走 你可要保护好皇后 不要让别人欺负他 如果有人想爬到皇后的脑袋上 你一定得阻止 七月十四 先锋的病情加重了 大伙都在积极准备 以防皇帝驾崩之后会出现混乱 混乱中啊 这有人就会得力 也有人会造痒 到了七月十六号 上午的时候 咸丰还好好的 下午突然嘎杯昏厥了 御医赶紧过来给咸丰诊治 咸丰苏醒以后啊 非常的无力 立即召集王公大臣等人 咸丰对大伙说 说朕呢 可能快不行了 接着咸丰说出了八个 顾名大臣的名字 这些人轻一扇 都是素党 在顾名大臣的名单当中啊 是没有异心的 先锋是担心异心 变成本朝的堕儿滚的 这个时候呢 先锋握着同志的小手 留着肋 跟着素溜等人就说了 说这朕呢 八宰纯就交给你们了 八个顾名大臣 哭通通贵牢的一地啊 臣等一定尽力 辅佐幼竹请皇放心 接着先锋让人写下余止 礼皇长子宰纯为皇太子 命宰园端华 景寿 素顺 牧鹰匡园渡汉 交友营为顾名大臣 赞向一切证物 亲辞 临终前呢 先锋也召见了慈禧 不过他说的话 让慈禧有些无语啊 先锋说什么 临死了啊 兰儿啊 朕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尊重皇后 慈禧一听这话愣了 愣了一会儿 臣妾一定谨尊皇上教会 说完没多长时间 当天晚上咸丰家崩了 听说咸丰死了 哟 塑料酷的呀 其悲痛之真切 不可能是作秀 一个奴才对主子的忠心 是表露无疑 小爷传到北京之后 最郁闷的就是 宫亲王一心了 自己做了那么多的事 连个顾命大臣都边 沾不上 他明白皇兄是到死了 都还在猜忌自己 一心当然不甘心 就这么出局了呀 在权力场中有时候出局意味着危险 咸丰虽然吸去了 但是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 政务交给顾命大臣 他也考虑到顾命大臣可能善权 操纵朝政 所以又给了皇后一个御赏印章 给慈禧一个同道堂印章 这印章名义上虽然是宰纯的 但其实还是由他们的母亲慈禧来保管 顾命大臣所拟的圣旨 只有在上面盖有御赏印章 末尾盖有同道堂印章 这才能生效 这样的三方互相的制撤 能够确保权力的平衡 至少咸丰是这么盘损的 咸丰这么设计 是希望通过牵制作用 等宰纯长大的时候 皇权能够顺利的渡过到他手里 实际上咸丰去世没多久 肃顺等人就向慈禧开战了 顾命大臣拟了一道圣旨 尊纽红禄是为母后皇太后 第二天才尊慈禧为圣母皇太后 也就是说两宫并尊 但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说 显然更遵的是纽红禄氏 慈禧肯然会记恨 话说在咸丰11年8月24 也就是公元的1861年 肃顺带着顾命大臣们 进入了东西宫 和两位太后讨论 宫文处理的程序 肃顺说了 说奏折呀 八位大臣看就得 与止呢 也由八位大臣共同拟定 两宫皇太后啊 您也甭干别的 您就负责改章就得 为了防止后宫干政 太后不可以更改于止 说实在的 这个要求 无论是纽红禄氏 还是纳拉氏 都无法接受啊 他们坚持要审阅于止 只有经过他们的审定 于止才能生效 其实啊 肃顺的要求呢 并不过分 咸丰临死前 授权给这两个皇太后 无非就是要让他们 在关键的时候 限制限制顾命大臣 所谓关键的时候 就是顾命大臣 有可能做出 危害大清江山的事情 两宫皇太后 要求审阅奏旨和于止 这分明就是想干政吧 纽红禄氏本来啊 他对政务兴趣并不大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显然是受了慈禧的怂恿 在慈禧跟全臣的斗争中啊 纽红禄氏始终 和慈禧的步调保持一致 你要说这个纽红禄氏啊 这时候也真糊涂啊 他连真正的敌人 都瞧不清楚 最后被人给吃了 那也是清理之中啊 肃顺这时候呢 也犯了大错了 他最后居然就妥协了 两个太后 这个时时呢 以小皇帝的名义出头 他也觉得很难抵挡 当然了 这跟肃顺轻敌啊 也有很大关系 纽红禄氏是不足为惧的 慈禧呢 也只是一个26岁的女人 难不成他真能翻起 什么大风浪来吗 这慈禧啊 向来跟皇后是水火不容的 这时候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呢 不惜的低声下气的 跟皇后结盟 由此可见 这慈禧啊 绝非邓贤之辈 跟皇后结盟 那是一件大事啊 如果弄巧撑桌的话 很可能祸及自己啊 为了确保这事 能做得天衣无缝 慈禧派出了 心服太将安德海 安德海办事很给力啊 居然呢 就把黄洞给说服了 东西两宫太后 这么一联手 肃顺等人可就有些烦闷了 两位太后一致认为 要扳倒全臣 必须先抓出他们的罪证来 这个重要的任务 自然也就交给了安德海 安德海啊 是一个心机很深 手腕也很高明的太监 他密切的关注着 肃顺的一举一动 终于抓住了肃顺的一些把柄 反正是不是诬告吗 这事咱们就不知道了 反正根据安德海提供的情报 肃顺是有大逆不道的行为 肃顺喜欢开玩笑似的 坐在皇帝的宝座上 还问身边的人 说自己像不像皇上 你说这行为 你谁能受得了 还有一个情报 说肃顺呢 他的一个内奸呢 不小心打碎了 他的羊枝玉杯 内奸很害怕 后来想出一办法 把玉杯沾好了 第二天呢 给肃顺送深茶的时候 突然装出很吃惊的样子 一不小心把手中的这个玉杯 摔落在地上 肃顺就惊问 说怎么了 你怎么干嘛这么害怕呀 内奸说 呦 这个刚才啊 我在你那鼻孔眼里 看到两道黄气 就像龙那一样 所以我这一下 一害怕 我就把小杯子 不小心就给砸了 那接下来 我们不用猜也知道啊 肃顺一听说这消息 不怒烦喜呀 这个故事 说实在的太牢套了啊 九成九 他是捏造的 在袁世凯身上 也有一个同样版本的故事 反正从这个故事里 我们就能看见一件事 就是这个权力斗争这东西啊 他多么的卑鄙龌龊呀 搜集情报 无疑会激起更多的人 对肃顺不满 有助于建立起一个 反肃顺联盟 肃顺对此啊 全然不知道 他把更多的心思 放在了一心的身上 他认为一心呢 才是最大的敌人 肃顺认为啊 一心没有被列入顾名大臣 肯定会不满 所以首先必须得 把他稳住了 于是肃顺发出一道御职 既让一心参与丧事 又让他留在北京 不必前往热和 一心这边啊 收到了奏折之后 知道肃顺对自己 是有很深的戒心的 但是过了不久呢 他就见到两个太后 派来的密石 让他立即前往热和奔丧 一心得这消息很兴奋啊 上奏请求奔丧 最终的得到了恩准 一心知道 两宫皇太后功不可没 九月初五 一心到达了热和 哭丧呢 是必走的程序了 哭完丧之后呢 一心请求面见两宫皇太后 一心呢 还让肃顺跟自己一起 以显示出我光明正大 我不是偷着干的 肃顺呢 反倒不好意思了 你们这是叔嫂见面 是吧 我是个外人 我不好掺和 哎 这就是肃顺犯的又一大错了 一心跟两宫皇太后 谈了两个多小时 内容全都是关于 怎么着扳倒肃顺集团的 一心建议两太后啊 尽快带着小皇子进京 到了北京之后 再除掉肃顺集团 九月十一 一心星夜离开热和 前往北京 他走得这么急呀 是怕事情泄露 肃顺呢 会杀了自己 京城里的一些官员呢 也开始活动了 大学是周培祖 以前饱受肃顺的欺负啊 他和御史董元春一起 上了一道折子片 请求太后垂帘听政 这个奏折呀 无疑是对肃顺公开的发难 两宫太后 当然很赞成这个 周培祖的建议了 但是肃顺等人 那是坚决反对啊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政治 在原说了 说臣等的责任是辅佐右主 如果听命于太后的话 那么太后就相当于皇帝了 臣等就相当于君旗大臣了 这不是先皇的意思 先皇是让臣等 尽顾命大臣的责任的 在原想说的是啊 如果让太后垂帘听政 后果不堪设想 肃顺要求两宫太后 把周培祖和董元春奏折交出来 在顾命大臣的集体威慑之下呢 他们不得不交出奏折 随后肃顺等人呢 就奏折内容拟职 狠狠地批评了董元春 还影射异性干政 两宫太后看了余子之后啊 拒绝盖章 双方就吵起来了 肃顺一吵 哈家两宫皇太后不肯照办 就号召八大臣 集体罢工不干了 行政机构这么一瘫痪 那两宫皇太后 也不得不让步了 只好盖章发下去 八大臣小胜一个回合 两宫太后 在这场斗争中虽然失败了 但是也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同情 人们很自然的 就把肃顺联想成了 敖拜那样的人 京城的官员都知道 现在唯一能牵制肃党的 就是两位太后了 垂帘听政固然是不好的 但是事到如今 这也是唯一能制服肃顺集团的方法 而那些反对肃顺的大臣 很自然的就希望太后 通过垂帘听政的方式 打倒全臣 11月1号 两宫太后和新皇帝到达北京 一新率领文武破冠出城贵营 11月2号 两宫太后召集一新等人 先对肃顺破口大骂 接着呢是商议置敌之策 政变紧锣密鼓就开始了 慈禧拟定好了余旨 将载员端华肃顺三人 先革职问罪 一新手持赵书 先来到载员和端华面前 宣布你们有罪 这俩人还以为啊 你指的权力在顾名大臣那 大声抗辩 啊我们都没有你指 赵书从何而来 苏顺这个时候还在密云呢 护着咸丰的灵鹫呢 半夜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门一打开 有人就把他给按住了 11月3号 两宫太后以小皇帝的名义 宣布一新为义政王啊 由一新成立新的军机处 政敌已经成了阶下囚了 接下来的事情呢就好办了 罗之罪名呢简直太容易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11月8号罪名已经颁发各部 其中有一项就是宿顺等人造假 慈禧说咸丰啊 压根就没安排什么顾名大臣 全是宿顺的 趁着皇帝病危从中捣鬼啊 两宫太后以皇帝的名义 赐载元和端华自尽 宿顺的处罚要重一些 叫展力爵 要说这宿顺也算是一条汉子啊 在囚车里面面无巨色 高声叫骂 旁边的人都被他给吓坏了 到了刑场之后呢 宿顺不肯下跪 被跪的手用铁棍呢 敲破了膝盖 这才跪下 除掉这仨人之后 其他我人也分别隔职茶班 慈禧就这么着 轻轻松松的把权力握在了手里 政变讲的就是很准快 这方面慈禧做的那简直呢 不愧是一个麻辣戏太后啊 除掉了宿顺之后啊 义星和慈禧都笑得很开心 胜利者永远都是开心的 说到这儿了 我们突然之间觉得 先锋临此前 精妙的算盘 最终还是打错了呀 权力斗争 没有人意可言 最忌讳的就是用善意的眼光 去推测人性啊 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